那缘起里面 历深思之苦 却尽妙之路 心底清净 有路 有真路 这个真路叫发戏 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的 世间人讲的路 都是外面刺激 你心里的欢喜 那个心是忘心 不是真心 要辨别清楚 辨别清楚之后 世间只有苦没有路 这是真的 佛说的最好 落实坏苦 落里看到心里要喜欢 离开之后 路就没有了 男女相爱 很弱 一个走了 死了 那个就苦了 死的人也苦 活的人也苦 都苦啊 所以路是坏苦 不是真天 发戏是真天 他不是坏苦啊 孔子尝到味道 不够甚 能于上第一句就是这 第一句 用意很甚啊 学二实习之 不宜于越乎 学是圣贤教会 学习圣贤教会的人 能够把它落实在生活上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待人皆无 全用上了 这叫习 那个里都要落 那是真落 不应于越乎 用越 不用落 落是外出来的 越是从内心流 流出来的 细越 就是发戏 大臣教里面讲 发戏充满 长生欢喜先 那什么 九五六 明白了 这个落 以前看这个经 看了几十遍 也没看懂 现在看经 越看越有味道 昨天看 昨天味道 今天看又是个味道 天天有进步 这个里头的意思无求 永远 没有办法 圆满得了 自自居居 无良意 自自居居 带给我们 充满了 发心 那为什么 阿鲁汉 他们修学 七二 不是快乐吗 享受 我真懂得 真懂得享受 那绝对不是凡夫能想象到的 凡夫是忘心 怎么能想到真心 用真心就快乐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守住一条街 不忘语 对人都说真话 就这一点 带给你无穷的快乐 说忘语什么 有罪恶感 那就是苦 将来果报 忘语 八十地 更苦 所以这一律带给我们快乐 真乐 不是叫我们受苦 这样也不能做 那样也不能做 你做了怎么样 做了时候 你会说良心 自卑 死后的时候 三徒 苦毛 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才知道 佛的慈悲 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护 才会生起感恩戴德 凡夫 无法理解 佛菩萨真的是好人 真正的好人 对于众生 没有丝毫喜求 这就是真的 他不需要我们供养他 也不需要我们赞叹他 也无所求啊 这样的人 对他 纯真 无往啊 帮助我们 利益 生死之苦 学 静妙之路 静妙两个字 谁不把心静下来 定下来 妙乐 得不到 妙乐是 你无法想象的 穷极之过得 穷是 追根 就地 达到 究竟圆满的 果得 对 对 的 好